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三国演义这名字在历史上并未正式出现过 那古代称呼它叫什么如果要说2018年开年 中国游戏界最令人振奋的新闻 那么显然要数大名鼎鼎的一写实风格 著称全面战争系列战略游戏 全面战争系列由英国工作室The Creative Assembly开发的一款回合策略 与及时战术相结合的大战略游戏 预计2018年秋季要推出的最新一款 竟然是中国三国时代题材的三国全面战争 这一消息令无数中国游戏迷期待 说起三国题材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的东亚文明圈的国家与地区 对于东汉末年分三国的历史都是耳熟能详 因此这条新闻爆出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 三国演义图 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罗冠中的小说三国演义 不仅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也名波四海早在明龙庆三年1569年就已传至朝鲜 崇祯八年1635就有一种名刊本的叫三国志传 入葬于英国牛津大学 自日森湖南文山于康熙28年1689便意出版 日本本通俗三国志之后 目前朝鲜、日本、印尼、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 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一本 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注 对三国这部小说做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 如日本作家吉川英志在其编一本的序言中说 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 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光大 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 三国演义 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鼻祖 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 将征战兴肺、朝代更替等为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 敷衍成完整的故事 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这种独特的文学仰视 受到了所重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民的喜爱 所以可观到忍在新列国秩序形容名代 自罗冠中是三国制艺书 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 汪洋百余回、卫世所上 似是孝评者日众 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寝客 其浩瀚与正式分迁兵驾 形成了一个创作历史演绎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的三图 本身是一个龙腾虎乐、风起云涌的时代 陈寿的一部《三国制》和《裴松之》的著 就包运着无数生动的故事 为文学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现存最早的嘉靖的《三国制》通俗演艺术 近平洋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冠中编刺 说明陈寿三国制是其成书的主要依据 三国制平画图而在民间 又不断地流传和丰富着三国的故事 以此为基础 原制制年间就有不见见安于是勘印的三国制平画 不过今天的国人都知道的三国演 以这个名字历史上并未正式出现 正式叫做三国演艺 实际上是接放以后的事了 那三国演艺历史上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呢 罗冠中的三国演艺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家靖人五年1522刊客的 名字叫做三国制通俗演艺 该书24卷240则 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木 卷首有红制甲银1494 拥于子讲大消续 家境人无修然子章上得以 以后的新刊本多从此出 只是在插图 音试 考证 评点和卷术 回目 个别文字方面做些调整 后来又有李卓吴先生批评三国制本 将240则合并为120回 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 明刻本李卓吴先生批评三国制图 为了凸显不违背历史的真实 其名字都还是三国制 可见那时候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 都还下意识地 把三国那段历史放在第一位 作家文学演艺的部分放在第二位 直到近代的张学成 1738到1801年 自时斋 轻快机人 增观国子健典籍 所撞并陈闸记中还说 凡演艺之书 如列国制 东喜汉 说唐及南北宋 多记时事 西游记 金瓶梅之类 全评虚构 皆无商业 为三国演艺则七分时事 三分虚构 以至观者往往为之祸乱 还在批评三国演艺不忠于历史 还没有当作一部纯文 学作品去看 除了三国制的演艺外 今存佳境至天启年间的刊本中 有不少书名为三国制传 而非三国制演艺 如新客全项大字通俗演艺三国制传 新客按建权相批评三国制传等 这类制传系统与演艺系统版本的不同之处 除了在一些情节 文字上有所出入之外 主要是制传系统的三国中 穿插着关于私子关锁 一生的故事 这两种系统的本子赎前赎后 谁接近罗馆中的原本 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也有一些学者将各本认真比看后 认为佳境本和三国制传 本是出于同一源头的抄本 两种系统的差异 只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 可见 不论传还是演艺 前面都要配上属于正史系统的三国制 生怕别人说自己是小说 总是强调 我这还是三国制 是正史 增向全图 三国制演艺图 三国制演艺 以75万字的规模 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艺体小说语言 塑造了400多个人物形象 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材 这不仅是当时的读者争相藤露 以便观览 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 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 自家境以后 各种历史演艺如雨后春笋 不断问世 从开天辟地 一直写到当代 据不完全统计 金存名 清两代的历史演艺 约有一二百 种之多 可以说 这些小说无不受到三国志演艺的影响 但没有一部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它 例如模仿三国志演艺最好的两个系统 列国和隋唐 在名字上都能看到三国志演艺 如名代于少渝的《列国志传》 后逢梦龙增补城的新列国志 清出蔡元坊又改成的东周列国志 都还要加个志字 还有嘉靖 万历年间就有的唐书志传 通俗演艺和隋唐两朝志传 都无以例外地加上志字 一直到近代 学术界也还叫做三国志演艺 鲁迅先生写 中国小说史略 还是称作罗冠中本三国志演艺 其中鲁迅最有名评价是 至于写人 亦颇有诗 以至欲险刘备之长后而思维 壮诸葛之夺志 而近腰 唯于关语 特多好语 异勇之盖 实实如建议 郑振多也写过一篇文章 教三国志演艺的演化 三国演艺一本图 英国汉学家邓罗 C.H.Brewitt Taylor 就将三国演艺全本翻译成为英文 于1925年在上海首次出版 这是三国演艺第一部英译本 让英语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这段历史 注意当时的名字也还叫三国志演艺 那我们今天都叫做的三国演艺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什么时候去掉的志呢 清康熙年间 毛伦 毛宗长父子 以李卓武评本为基础 参考了三国志传本 对回目和正文 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增删 修正文词 改换诗文 并做了详细的评点 毛本三国 正统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 但在艺术上有较大的提高 较便于一般大众阅读 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道的见解 故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 但今天一般都没有保留毛平 毛氏父子的三国志演艺 图毛氏父子自定的书名 也是三国志演艺 或称四大奇书第一种 或第一才子书 只是在读三国志法等行文过程 中用过三国演艺之名 在此之前 明代个别的本子 如一百堂刊本 清代个别笔记也用过这称呼 但都没有什么影响 直至近代 普通老百姓才将它简称为三国演艺 并渐渐地与三国志演艺混为一谈 甚至将在原来需要特意强调的 代表其意义的书名 三国志演艺去而代之了 老百姓心理上早就接受了小说这一文学题材 早已不在乎当年创作三国演艺时的一时一演艺 立于三国志演艺序 是不是一时 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 早就不重要了 老百姓看的其实是演艺 今天我们看三国演艺 最喜欢的恰恰是看他的演艺部分 管理历史上 关羽 是不是真的温九斩过华雄 是不是真的过五官斩六将 赵子龙是不是真的在长板坡 七进七出 诸葛亮是不是真的火烧过伯旺坡 草船过借鉴 七星潭 借过东风 下跑过司马懿 历史上是不是真有一个女孩 叫做貂蝉 用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 恰恰是这些不忠于历史的部分 最为我们紧紧乐道 貂蝉图放眼今天 那么多穿越小说 穿越剧 现代人回去抗战 回到清朝谈恋爱 回到古代当将军 当王妃 当皇帝 难道读者不知的这不忠于历史吗 但还是有大量的读者 其实也是反映这么一种心态 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说从历史小说而生 最终变成了小说 当三国演义真正辨证一部文学作品时 他就再也不用叫三国制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三国演义图 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整理本用三国演义之名后 词源 词海等工具书 及某些文学史著作也用此名 连中央电视台所属的专门从事电视剧创作生产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1994版电视剧 也称三国演义 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更是让三国演义这一名字 被所有中国人所记住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 几乎都是先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 再去看小说三国演义 如果硬要叫毁三国制演义 这一旧名称 实在是没有必要 三国演义央视版海报图 但三国演义电视剧海外版仍旧用三国制演义 这一名称 三国制演义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 但今天的读者应该知道三国演义 曾经有一个名字叫三国制演义 一字之差 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文学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阅读这部不朽名著 才能理解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迹 三国一个中国人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最后借用小说三国演义里结束语 纷纷事事无穷尽 天书茫茫不可逃 顶足三分已成梦 后人评调空牢骚 历史堂团队作品文 王健文自由历史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这种创作者 是来自合作者 我先说